足上扬胆经上的 叫曲并学 曲并 在我们的耳朵前面一点 这个位置是不对的 这个是大概的位置 标准的位置在哪里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耳前 并角发际后颜的垂线 与耳间水平交点 其实这个就是什么意思 就是你肯定是跟耳朵平的 就是和耳间平 这是一个 什么耳前并角发际后 实际上就是你 这儿有一个头发 你看 这是不是有一个头发发际 对吧 它就是说耳间平和你这个发际交界 也就是说你平耳间到的发际边 这个就对了 这么讲的理解 你这前面有发际 它其实在发际 人的发际线这样的 然后这样的 对不对 你就平耳间前面 到的发际线这个地方 这就是曲并 就是曲并 这么这样的好找 好不好 这个好找 就在这个位置 好 那曲并有什么作用呢 可以治疗头面五官疾病 也就是我们足上胆经 从旋灵旋炉到曲并 包括寒雁 这一趟的穴位 也就是我们说的 这个头侧部的 它这一排的穴位 从这下来 从这下来 这弧线 我没画好 好 那曲并呢 就是我们足上胆 短经上的 它从头围下来 从寒雁 悬炉悬泥 一直下来 到这个曲并 它都有治疗什么作用 都有治疗头面五官的 这个作用 所以不需要你去一个一个的记 记得头很疼 是不是 但是这个曲并有一个 它可以治疗眩晕 可以治疗眩晕 我们可以用纠法 也可以用针法 当然用针的话 你应该是有行医知智的 我们的同行可以 否则跟大家讲针 所有的针 严格的说都属于医疗行为 现在管理的更严格 法律风险 你一定要规避 一定要规避 所以用纠法 或者是按 点按 学位的方法 按摩 这种方法都还是比较好的 治疗偏头痛 可以配太阳头围风尺 牙齿痛 可以配冲阳 假车 下关 突然不能说话了 可以配连拳 浮屠和和骨 这都是可以用纠法的 都是可以用纠法的 好